再来看的是这个Magica104 104说它的这个甘蔓味方有黏着脆锅 刚才现在是说给它经理你的要来种芭蕾 这样这个芬蕾有什么 这个番茄这种青蛊病 这应该没要件你要种芭蕾 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因为我们甘蔓味的一个青蛊病 和这种番石流 番石流的顶管的这个白海 这个是因为在芭蕾里面 我们没看到这种的这个情形 所以这个没有关系 所以这应该是青蛊病也不是 不要说什么 只说茄苛就好了 说茄苛这样 我们现在只说茄苛 茄苛只有青蛊病也不是 所有的这个茄苛都会有这个青蛊病 所以我来说这个是青蛊病 青蛊病青蛊病 这是这种细菌性的这个土壤里面 来把这个串粘 就是说他这种就是在土壤里面 所以最主要就是他筋含筋的一个 比如说你这种就青蛊病 他旁边你若是筋含筋去接触 你还有一种牛铃铛 这样他很容易这两种就会 这个困难就会比较容易 越过这样一层越过一层 一层越过一层 所以他多数就是说有那个抗水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如果青蛊病 如果是要牛要比较少牛呢 不然已经很大层了 就青蛊病一般我们都是没有建议说去把牛那个厂头 我们都建议说用夹的你不要把牛 因为你把牛会去夹到隔壁的那个筋 会去拖到 可能的牛来夹去电动不好 所以你整个器材掉就好了 材掉 材掉 要材掉 材掉 然后一只一只我们把它拿走 因为在那里面看得很差 所以我们把它拿走 所以一般来说这个青蛊病是经过做的一个 最主要是伤口和自然的开口 它就更容易去感染在这种的部分 这个青蛊病 所以它会引起到这种尾雕 尾雕 这个叫做细菌性的一个尾雕 我们种甘蛊病的最佳 最佳就是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用这个价介名 所以现在有很多 包括像我们种甜椒辣椒 这些部分 这也是有这种青蛊病的问题 所以但是不是所有的 这并说像有的东西 有的鸟 鸟也有 就是说可能我们像这个茄子 茄子 现在也有人用这个 所以鸟 鸟头有的这个鸟头会抗青蛊病 有的就隔离不住 就是说它隔离隔离隔离 也有这种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这个也是会去叨叨 所以这多数就是说它 这种的一个问题 所以青蛊病 因为这是一种细菌性的病害 不过就是说在这个芭蜜来内 芭蜜来内 我们是没有这种的一个记录 所以特殊 我们目前来看起来 一般特殊就较没有一个 因为这个部分来说 我们大概能了解到 这个大致上 是这种的这个情形 所以这给我们 福利云的书来给它了解 就是说有时候有一个问题 但是对芭蜜来说 是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不用去担心 所以这个茄科 主要在这个茄科里面 可能是比较严重的一个 一般我们说就是说 台湾的这些茄科的一个作物 不是所有的都会 但是多数我们台湾生的都会 这个番茄 青椒甜椒 这个茄子 再来就是这个辣椒 钉钉 这同时 甜椒 要更还好一点点 一些这个茄静 从里面来 因为我们经历的时间 如果没有温度 没有那么高 有时候它就有一个 这个耐受性的比较 比较好淡薄 这样 这大概是 但是目前它看起来 目前它看起来 这个药剂的解析 保温大致上 没有什么 较好的解析 不过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会去 去用一些 类似像这种 抗生素类 一个这个 细菌性的解析 药剂 如果是有三口 如果没有三口 一般是 较不必要 就说 不用太过头 这个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这个 水和田轮作 所以 这个部分 有的是 像这支栽培 也会到青菇品 那就是用 这个蒸气魅菌 但是 效果上 也没有很好 番茄流的这个部分 目前是 没有这种的 一个记录 你就 你就不用去担心 说有这种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嗯